一提到张九南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他的舞台上的表现 疯狗式的表示方式给大家带来了许多的欢乐 舞台上的疯狗式斗梗风格也看得出来 他是一个运动型选手 台下的他也成为运动员的终结者 今日张九南又差点把队长送进医院 张九南发文称 今天又差点因为我给伦哥废了 还有膝盖已经错位了 走路都咔咔带声音了 希望伦哥能长寿 张赫伦也在下方回复 我玩不起了 以后别叫我了 不少网友表示真爱生命 远离狗子 张赫伦大呼玩不起的背后 是惹不起张九南的心酸 在此之前 约张赫伦踢足球的张九南 就让一脚出球的张赫伦的腿光荣负伤 可以说德云社六队 甚至是整个德云社喜爱运动的相声演员 没有被张九南祸祸过的真的不多了 在南京的新街口 张九南心血来潮 约孙九湘打篮球 孙九湘光荣的右腿骨折 紧跟着第二天 带李小葵踢足球 导致李小葵大脚趾 甲勾炎犯了 后来去长春 因和余紫棋打羽毛球 把余紫棋的脚崴了 曾经队长张赫伦言令 别跟张九南一起运动 害人害己 这现在张赫伦身为队长 既吃不既打 身体刚好一些 又被张九南搞定了 看来张九南应该改名了 德云社运动员的终结者 跟他一起玩准为好 不少网友建议 下次还是玩点肢体接触少的游戏吧 要不然张九南怕是要团灭德云社 感谢观看